来我们看一下 他其实已经帮你抓了 人家的网路上的图片 你简单的预览 他有声音的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 曾经有两位年轻的职场新鲜人 小明和小华 他们同在一家知名企业工作 然后他这边就有照片了 会慢慢切换 因为你看 这家公司已经争烬和高效率闻名 每天都充满了各种卡家可缺会 这些都是网路图片 这个是有版权的 我建议各位 把这些照片选起来 怎么选照片 来我稍微缩小一点点 让这个走小一点点 然后删除是这样子 你把这里滑鼠放在图片的后面 然后按着拖过来 你看照片都选起来 我只选照片 然后按Delete 照片都删除了 但是声音还在 声音还在 声音还在 只是字幕不在而已 字幕没关系 等一下会再产生 然后我们可以导入 刚才我们下载的 在桌面上的AI作品 这些图片 我都可以把它全选 然后开启 把它汇进来 OK 而且汇进来之后 最简单的做法 反正我就 这些照片我都要 我就把照片 因为你看 现在都在选取的状况之下 把它拖到 那个主要的时间轴上头 它其实预设是三秒钟 那有时候是五秒钟 各位可以去斟酌 甚至到时候 你可以单独一张一张的 把照片拉开来 变长一点 那你就可以看了 现在这样子 它就一个故事了 我看我的声音 可不可以放大一点 应该已经最大了 但是来 看一下 从头开始播 它其实有声音了 我好像连声音都删掉了 它刚才那个图片 好像连声音都删掉了 我只要删声音 它好像 那可能直接删图片不太好 它图片好像连字幕都删掉了 我看一下 它为什么连声音都删掉了 连那个 这里是声音的 声音我刚才明明只有选图片 来我再选一下图片 我看一下 你看我只有选图片而已 按删除 对 它连声音都删掉了 那这样子 那没关系 没关系 我请各位这样子 请各位这样子 不用 你也可以这样子 导入 然后把这些照片都先选进来 导入进来 都在这 然后呢 来哦 仔细看 我们放大 你可以这样子 因为它的声音跟字幕都配好了 你就这样子好不好 看哦 这里是第一张图片 我们来游标一贯 这张图片 我们就拿第一张照片 拉过来 放开 它就会问这个地方 注意 有个叫做替换片段 你可以替换 好 好 那这时候 缩小给各位看 第一张已经换了 你可以看 我可以播放 曾经有两位年轻的职场新鲜人 也有声音了 我们不要判掉 他们同在一家知名企业工作 所以第二张 你只要把第二张图片 拉过来放在第二个片段的图片上面 拉在第二个片段图片上放开 然后就替换片段 它就换过来了 第三张 拉过来替换第三个图片 然后选替换片段 那这样子一个一个就可以把人家网路上的图片也换过来了 而且呢 各位看一下哦 它的切换 看一下有没有切换 每天会充满各种挑战和机会 这个图片还可以再继续去修改说 我图片的切换 是有场景的切换的一些效果 比较好看 淡入淡出等等的 好我再快速讲一次 刚才我产生完之后 中间的图片 它都是从网路上抓的 那是有版权的 我们千万不要用 我们在这个媒体 左上角的媒体 左上角的媒体当中 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导入的按键 请你按导入 导入把那个刚才我们AI的图片都下载下来 开启 它就把它放在这里了 接下来 你让这个本来是整个选取的 本来这里是 本来这里是所有框框都选取的 那现在你要先只选一个 拖下来 换它一个影音片段 像这个我拖下来换第四个 拖下来换第四个 要让那个第四个图片变暗 那才是替换 放开 然后这里有一个按键叫替换片段 按一下 画面就变了 再下一个 拉过来换第五个 让它变反白 变有点暗了 放开 然后替换片段 它就会换了 OK 好 换完 先到这 没关系 你就可以关掉 它预设会存在五月二十二号 你不用按存档 这个 替换完之后 按叉叉就好 好 下一次我们上课又可以从五月二十二号 这里点击 点击进去 又可以再继续做一些效果的编辑 或者有一些画面 它没有满版 因为它这边两边是黑白的 我可以把它拉大一点 变成满版 比较好看 可以吗 所以我们下礼拜后续在做编辑 所以各位图文成片以后 你把照片导入进来 照片一张一张的去替换掉 可以吗 好